共军仍靠50年代战机布雷陆军事专家,追赶美国很吃力,不放扫雷具中共海军近日首次举行水雷战竞赛性考核,各战区的舰机组成轰炸机布雷编组开展训练,接近实战条件下对水雷战进行时兵实弹专项演练。 不过大陆军事专家吴哥表示,共军目前仍靠1950年代的战机布雷面对美国的科技发展大陆这方面很落后,中国海军网15日报道海军6月中旬首次举行勇敢背水雷战竞赛性考核,各战区海军的裂扫雷舰、轰炸机等多型舰机奔赴东海某海域,组成轰炸机布雷编组与裂扫雷舰反水雷作战群, 开展背靠背水雷战对抗,此次勇敢背景赛性考核,突出海军水雷战实战化训练导向,围绕航空兵隐蔽布雷和水面舰艇,紧急开辟航道、水雷侦察、清除水雷障碍等7个反水雷项目,调放面雷巨巨,考核组还邀请了来自海军训练部门、科研院所和院校的41名专家、教授 分散到指挥所和各反水雷作战群,随建裁判根据战术方法、机动过程、作战效果等综合评判扫雷、灭雷成绩,此次针对海军水雷战实战化训练导向,大陆军事专家吴哥表示,水雷战在中国突破岛链很重要。 不过他说,在面对美国近年来的军事科技发展,上此项目运用上相对落后,例如激光扫雷,对中共仍有很大的难度。 吴哥说中国的海岸线很长,人家,也可以在你家门口布雷,虽说中国近年扫雷舰有一定的发展,但扫雷技术仍很弱就像反弦一样。 他说,海军目前仍靠1950年代的轰六轰炸机布雷,而美军无人前行器发展,已很快,还开辟海床战。 作为悬心战场,美军结合智能化不断更新技术,扔到水里的已不是水雷这么简单了。 在这方面,中国要追赶很吃力。